基本上我是不勉強 民眾坐多元計程車 上車後司機卻沒請乘客 落實實聯制 還認為手機轎車本身就有記錄 記錄都很清楚 你們上去以後 那就整個記錄了 波音應疫情升溫 行政院19號推出的簡訊實聯制 交通部也陸續宣導 不只多元計程車 連一般計程車也要落實 每次上沒有那個實聯制 上車後依舊沒有強制乘客 掃描QR Code 司機百般無奈 有的乘客裝傻或不理會 但落實實聯制 是用於第一時間好掌握 展翼者及接觸者的足跡 不管你是路邊藍車 或是手機APP轎車 一上車就要進行 疾管署的APP實聯制 雖然一般計程車業者 利用轎車服務 有搭車記錄 但路上藍車卻難以管制 如果遇上年長者沒有手機掃描 怎麼辦 這個就是拿紙筆 公司是 我們公司是配配 都是自己掃QR Code 計程車與多元計程車 落實實聯制部分 狀況相當多 乘客幾乎只坐短程 還是有一定的困難 業者只能多加宣導 目前交通部公布 從19號到28號為止 全國9萬3千多輛計程車中 有申請簡訊實聯制QR Code 申請率達99.29% 張貼率達92.21% 還在持續輔導協助 也希望民眾共同合作 善用科技工具 協助提升疫調效率 有助疫情盡早趨緩 TVBS新聞 交換我李玉涵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